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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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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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差不多要蓋上所有行李 我想最後再出一次最重要的東西 那就是入境的文件和BB的東西 入境的文件真的少一樣 我收拾餐死都是浪費 我的護照 巴西的護照 沒有過期 沒有護照 巴西的國際車牌也在 我們可以看到 Covid test negative的證明 我們的針址 我們的防疫酒店的確認 好緊張 我現在開始越來越緊張 老實說 今天Oin和Papa 是剛好和我們一起飛的 可能在機場會看到他們一面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是忙到 根本沒有時間要和他們 Hang out 我現在好像余林大迪 那樣的感覺 好緊張 真的 緊張過上次去Staycation 一隻最後一次 下午都睡醒了 為什麼你記得不要扭啊 Baby 抱不起你啊 只有你爸爸抱得起你啊 你媽媽現在真的 我是在用盆骨托著他 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生得出 這一塊這麼大塊的Baby WOW Nice size 買了一個這樣的耳罩 是給孩子的 因為飛機上可能有氣壓 三個機倉的行李 一個相機的行李 一個什麼相機都是戴相機的Hand Carry 還有 猛猛的BB仔 其實真的超多東西帶了 但是我覺得我已經盡量 減少了那些無謂的東西 但不知道為什麼都是這麼多東西 3秒 3秒 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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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ć 1秒 3秒 3秒 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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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機場 現在要去checking counter 就是A那裏 因為我們跟萌萌在一起 是可以走priority lane的 就是大肚婆 老人家 雙材人士 我們現在已經check in 進了禁區這邊了 現在是明甸林立 但是作為老母親根本都沒有資格 看這些普通話 我都沒有興趣的 我沒有看到 你揚身過了第一次乖的寶寶 她好乖 她算好鹹 我們現在去lounge那裏休息一下 喝一口水 大概一個小時後就會boding了 我們現在進來lounge那裏 就來休息一下 先充一充肌 這裡有一些基本的水果 沙律 三文治 咖啡 啤酒 茶 都是任不喝的 We can eat food We can eat food 請快點 We can eat the coffee Wec our beer doesn't look very cold Tquak le I can eat food I don't go eat food W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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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t food What? I'm not that ba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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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在吃沙律 吃什麼 橄欖 三文治 我在這裡拍個臉 目前為止 沒有扭計 但他很好奇 他想周圍看 他看到新的東西是很興奮的 現在登機了 四小時後在香港見 希望香港的部分都可以很順利 在這裡拍個臉 只要進去 去拍個臉 拍個臉 已經很近了 我看來我們要分開了 這麼大面 這麼可愛 你喜歡這顏色嗎 或是你會睡覺嗎 Hello HELLO S O YANG 花花姐超貼的 唯一一個逆流如想的就是你 坐在這裡 她認得你了 她現在眼睛睡了 現在我們倆應該怎樣 阿嬤嬤嬤睡 巴西現在正在建一個壇 這裡其實你可以睡平 睡到平晒都可以 或者坐在這裡 或者坐在這裡都可以 所以巴西可能會放到平晒 那我毛毛就在她胸口上 有拖鞋 有耳機 然後也可以伸直腳 我希望待會可以剪一點片 距離 激動就代表月亮睡 這班機我們坐了差不多兩小時 它還是超級光 然後一直都有Turbulence 機倉也是很光很光 我特地選擇晚上機 就是因為希望會不會可以睡覺 但是就想不到開燈的時間很長 現在才開始serve 餐點 應該都要等大家吃完東西 收完餐點才會再吃燈 但是就可能已經快要下機了 現在他們正在送餐點 巴西就叫了牛扒 我就叫了一個韓式的配鍋 但是巴西現在拿著萌萌應該吃不到了 謝謝 我只要喝一杯 一杯乳 沒關係 她是喝醬油 謝謝 寶萌萌 但是萌萌也要睡著了 我想說它的菇排很好吃 我叫的是配鍋子 但是這一塊好像像醬筋一樣的東西 不是什麼來的呢 牛肉很好吃 但是牛肉是很好吃 嗯 嗯 你要不要走 要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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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 現在已經是我們飛回來香港的差不多一個星期鬆點 這次的飛行其實都發生了一些我真的不想再經歷的事情 在過程中 我真的太心裡 完全是沒有力去拍出來的一些事件 就想在這條影片的結尾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登機之前 我還在說我覺得萌萌在機場避免得不錯 但是上到飛機之後 我想大概45分鐘一個小時 萌萌是變得非常之急躁 那時候的時間已經是8點鐘 平常日子沒有8點鐘 萌萌已經上床睡覺了 但是我自己疏忽的一件事就是 雖然我是買夜機 我這次還是買business class 就是空間會大一點 私人都會強一點 我以為會容易一點 讓萌萌入睡 但是我算是漏了燈光 我以為夜機 可能上了機 弄了一點手續 派餐 就可以關燈 所有人睡覺 世界變得安靜 但是我們那班機 差燈一秒都沒有吃過 那變成萌萌那天搭飛機的時候 去到八九點 它覺得很累 但是身邊有很多不同的刺激 很多東西看 人們走來走去 所以它就一直摸 整個過程它是 又要爬低 又要爬高 但是每一個action 不會持續過兩秒 你感覺到它豆腐潤這麼小的腦 都很亂 它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它好像怎樣都不舒服 所以我們都對這班機的乘客有點抱歉 萌萌是有哭的 哭這件事 某程度想幫到萌萌入睡 我想它哭了10分鐘左右 它就終於在機上 睡了它唯一一次的教 我想到這個位置 應該有些觀眾想提我 你可以request baby bassinet的 為什麼你不這樣做呢 但是放baby bassinet 其實還要看你BB的體重 身長 因為它的size就是這麼大 放不放到你BB下去 就是你BB的問題 我記得好像上限11kg 然後身高好像73-74 那我夢呢 全部都是IB過了 整層機都是要抱著它 40分鐘之後 因為轉換姿勢不是那麼舒服 它就醒了 醒了之後 它有短暫明朗過 差不多半個小時至九個小時 但是九個小時之後 其實BB真的會累 全日下來 你有州居勞頓 有機場 所以大概去到下機前的大半個小時 哇 任意了 然後我跟巴西後來聊 就覺得 嘩 如果這次我們買Business Class 它的表現也是這樣 你想不想像到 如果我們是My Economy 它是會搞到別人 好了 之後有一秒 很不容易它坐定了 看起來好像眼睛 眼睛開始合起來 然後要你抱 機長就開Announcement 開始降落 降落又是有一大堆東西 一大堆燈 Announcement 女家睡不到 那我當時的心只想著 那算了 馬上入境 上的士 然後就被它在旁邊的酒店睡得飽 那麼 入境啊 做檢測啊等等 這些其實都很順趣 但是當我們要過香港Immigration的時候 就被人扣低了一個半鐘 詳細原因 我可能有機會在其他影片才說 因為都真的很長很長 總之在這個半鐘裡面 毛毛就真的整隻嬰兒落了形 很熱 出汗了 很眼眩 睡不到 然後打算給他奶 他可以安撫他 一口也沒有 我們全家落地去到 即是拿行李那一刻 是耗時差不多2個小時 然後拿完行李去排那條的士隊 那時候已經是接近凌晨12點 還是過了 我不太記得 但是等的士的人是超級到 等的士又等了差不多1個小時鬆一點 當我們全家真的去到旁邊酒店 我們可以放下猛猛在寶寶床上面 已經是凌晨2點 等的士的時候也有一個episode 我們可能還差15個前面 都還要等可能半個小時 那毛毛真的哭到頂不住了 那我就把毛毛抱了 進去檢疫人員一些staff only的area 因為那裡會靜一點 會暗一點 是不是有椅座 那我可以抱著毛毛嘗試去安撫他入床 但是我一坐下來 其實那邊的staff就馬上進來 說不好意思這個staff only的area 麻煩你出去 我那時候就很萬念吹灰 我連不好意思 麻煩這些禮貌用語 我也說不出來 我純粹看著他 那隻眼睛有點想哭 我就把毛毛抱出來 然後有一個職員 他是叔叔來的 他就好好心地在staff area 搬了一張椅子 放在我們排的士的隊的隊尾 他說小姐你和寶寶坐這裡 之後巴西就接過了毛毛 坐在那張椅子 毛毛在那張椅子上睡著了 而他是接近 一直睡到防疫酒店 所以真是很感謝你 可以spare這張椅子 給我們在最最需要的時候 然後這個旅程也完美地 在我們心裡留下一個巨大的陰影 又不會再預約夜晚機 雖然很多朋友都建議預約夜晚機 但是你的小朋友是你的 你最理解小朋友的作息是怎樣 他的個性是怎樣 毛毛是屬於一個精力旺盛 而且他會優先玩這件事 over其他東西 所以昨天我買了韓國機票 回韓國機票登機時間是下午 下機大概韓國時間7點鐘 我們韓國家來人村機場 都是半個小時車程 所以應該8點鬆一點 就可以和毛毛回到家 然後再暗他睡覺 父母有一個很強的心臟 其實我是有遇上到這個情況 可以去到很差 說真的這次發生的 都不是我遇上的最差 partner之間要給多些支持 其實我和小巴西去到 下機之後那一段 很煎熬很累 不單只是生理 心理的壓力也很大 所以這個時候是給錢 才可以支撐到大家 我會和巴西說你幫我抱一下 不要保持著抱 你都不是鐵人 巴西都會和我說你不要緊張 你安排得很好的 我知道你盡了 下次我們試試其他時段 或者預訂車 這次由韓國飛回來香港 第一次帶嬰兒 第一次坐business class 也是最後一次香港 所以要有酒店隔離這件事 要等防疫的士的體驗 分享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